台積電海外擴廠遍地開花 成為全球媒體焦點 CNN最近一系列報導 開箱中科總部 大談人才 地緣政治議題 凸顯一項保守的台積電 面對外媒態度變得開放 不只和立美 劉德英 接受CNN專訪 創辦人張忠謀也在最新報導 談到台積電優勢和美國廠 勞工糾紛 張忠謀再次分析 台灣供應的優勢就是良率高 而且是美國的兩倍 現在亞利桑那場 因為勞力短缺延宕 張忠謀直言 在美國的一些年輕員工 工作態度讓他難以理解 過去自己在這個年紀 根本不曉得何謂工作生活平衡 因為沒有工作就沒有生活 而談到退休 張忠謀引用美國將軍麥克阿瑟的名言 獲達表示自己是一名老兵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下一任長舵手交給魏哲家 AI需求爆發 台積電擴廠佈局緊鑼密鼓 包含新竹寶山廠 首座二奈米廠 四月開始裝機 COWAS先進封裝廠 確定落腳嘉義科學園區 將在五月初動鉤 高雄除了三座兩奈米廠 業界傳聞還要再設兩座A14廠 警法局回憶目前仍然朝著二零二五年男子園區先進製程量產目標前進 而快速擴廠之下外資法人傳出台積電將上調二零二四年資本支出 從原本預估兩百八十億到三百二十億美元 上調到三百億到三百四十億美元 調幅超過百分之七 等於好指新台幣將近兆元 渴望刷新次高紀錄 先進製程的產能以及先進封裝像是COWAS的部分 也會持續的呈現產能擴大的一個情況 四月十八號台積電法說 不管是擴廠佈局資本支出第二季展望 或是新任董事提名名單 預計釋出內容將成為 下世代製程分水嶺重大指標 三零星的週一 任志郎總報道